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利米苏第七章 耶利米苏第七章 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去 耶利米苏第七章 请看第三节 万君知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 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依靠虚访的话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圣经需要这样吗 啊不然在圆街秀 打发给大小声 传道你是在画什么意思 我们这本圣经 对我们来讲 它是白子黑字 那都是文术的一个叙述的记录 除非有特别谈到说 那么讲述的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口文 那么带着什么样的情绪来讲话 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 当时耶和华真神 那么或者是神透过他的这个先知 所传达出来的有关于神的话 那么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去做表达的 那表达出来给人的感受会不一样 它必须要涵盖三个因素在里面 从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上 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说 这个声量的大小 那么在涵盖到我们音频的高低 那这个是一个 让人家能够有感受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他在讲述这些话的时候 那么到底他的这个脸部的表情 又是怎么样 那第三个因素 大概讲的是他的肢体动作 在讲述这些话的时候 那么肢体动作整体所呈现出来的 那么在意识上给我们的认识的感受 是一样 又是怎么样 所以透过这三个因素 有时候一样的一段话 但是透过这三个因素的组合 那么所呈现出来的 我想我们的感受会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白死黑字 不过还好我曾经看过 在我们这个总会的神学院里面 这个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刚好我看过一本 这个残缺的不是很完整的 那么他的这一本书上面 他写的叫圣经与太学 就是说当宣之在表达这一句话的时候 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表达呢 要有这三个因素在里面 一样那一段话 我做一下示范 大家感受一下 那么可能你的感受音当会不一样 跟欧子士这次来跟他比较熟一点 然后欧子士开刀 你注意看音量大小音频高低 还有一个脸部表情 还有个肢体动作 只是要当景美教会负责人不简单 没有以身作者很难带领教会 大家感受好不好 好不好 我想脸部表情都有 笑笑的双手放在讲台 也不会比手画脚 那语调也还算温柔 好那我现在改变一下 对不对 我现在这样 这个肢体也不大一样了 然后我的脸稍微没有笑容 只是 要当景美教会的负责人没有表现好一点 很难带领 大家感受怎么样 跟第一次应该不一样 对不对 好 我再变一下 我站三七步手插腰 对不对 那刚刚都是这样 对不对 只是 当景美教会负责人没有表现好一点 怎么带领 是不是都说那句话 是 大家三次的感受一定不一样 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样 那我现在刚刚在念这个第四节的时候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电 讲了三次 那么我在这本圣经以太学的这个禅缺本上面 刚好看到这一段 说先知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是一句比一句大声 而且带着音频的高昂 发出激烈慷慨的陈述 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起 这个是我们的神交代以西节先主所说的话 他告诉 对不起 交代这个耶利米先主所说的话 他告诉耶利米先主说 第二节 站在哪里 站在耶和华圣殿的门口 那么对着环数要进去圣殿里面 来崇拜的 来敬拜耶和华真神的 所有一切的犹太人 转述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话 所以第三节 我们的神就告诉这个耶利米先主 说你要跟这些百姓讲说 改正行动作为 我才会跟你们同在 不要一直再三强调说 这个是耶和华的电 耶和华的电又怎么样 这座圣殿是 所罗门王花卉相当多的心血 耗尽非常昂贵的材料 去建造出来的圣殿 墙壁都是金箔片去打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说 富丽堂皇 我们也可以说金碧灰皇 用的香薄木 用的这个宝石 珍珠 用的黄金 不计其数 你可以看这个列王记上下 或者历代 记上下 大概有关于建造圣殿 他们所用的这些材料 那救援暑代 不必传福音 因为这个救恩是传承的 主要是亚伯拉人的后代祖孙 他们就是神的选民 没有传福音这样子的压力 或者我们讲责任吧 神托付给这些犹太人 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认为说 圣殿建造完成 我们现在也会做 这么富丽堂皇的圣殿 我们可以敬拜神 那接下来 他们在整个生活行动当中 他们就失去目标了 不知道他们信仰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 我无论在外面 我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只要能够回到这个圣殿 跪在神的面前 我们向神敬拜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们的神都会赦免的 比如说你看 地书节 我都是看重要的关键素颜 地书节说 他们来到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去看他的原文 就是说我们没有罪了 我没罪了 我又回到神的圣殿 然后呢 我在这个库立堂皇 金碧会王的圣殿 我们敬拜神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自认为说 我们没有罪了 所以11节我们的神 就责备这些犹太人说 你到底把我的圣殿 看成是什么 贼窝吗 厂屋纳垢 是你们躲避外面 危险的一个厂屋纳垢的 不亦之人聚集的场所吗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的神在第三节 告诉他们说 对不起 改正行动作为 目标方向抓好 不是圣殿建完 我们就失去的目标跟方向 那我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 我们正义书教会 在整个硬体设备 所动用的金额数量 我们都感觉到 有一点胆战心惊 最近这三年 这是最近我们总会所统计的 最近这三年 我们正义书教会 买地 建堂 增建 修建 总共有67间教会在动工 那么他们所承报到总会 我们去核算 他承报到总会的总金额数量 大概是台币23亿 这个都是低估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为了要顺利开工 所以地方教会价钱 可能会稍微报低一点 因为自备款没有50% 我们总会说不要建 恐怕建到一半建不起来 那就对耶稣基督的名声 对正义书教会的名声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价钱都稍微压低 一瓶要17、8万、20万 建得起来的 我们就报一瓶13万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统合教会报过去的数据是23亿 现在又碰到建材工资全部都在涨价 所以我们估算可能还要再加上三成的成本在里面 就以23亿加上三成的成本 我们的建筑金会可能要27亿到28亿 最近这三年的 那会堂建好的呢 如果说会堂建好的 淡水教会指标 嘉义教会都是地方政府的指标建筑物 嘉义教会好像方舟一样 淡水教会这个哥德室的建筑 当时是淡水镇的建筑指标 内入在政府的建设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扬的一个记录里面的 所以真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特色 你看伦伟教会 这个是巴勒克室的建筑 有很多雕像 很多雕塑的 那个尖塔室的 大概都是哥德室的 你去看一下五甲教会 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 那当我们会堂建完的时候 无形当中在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信仰整个历程里面 我们就松了一口气 哇 对那一后 有一间很舒适的会堂 我能够来这边 享受这个会堂里面 聚会的那一种喜乐 我们不能否认 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圣耶稣教会 在整个圣工上 我们应当是有两大目标 两大方向 一个是对内信仰的牧养跟造就 让我们大家在灵性上 对神真理的认识 那么或者是在我们整个生活行为上 我们能够去荣耀神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对外的福音开拓 拓展神果的疆界 这是这两大目标 最近我们看我们灵恩布道会统计的数字 我们从十年前 我们整个台湾的真耶稣教会 我们的受洗的总人数 还可以维属在 这个1100人左右 10年前 至15年前 大概还每年1100人 事实上 你如果用百分比去做合计的话 其实我们的成长率都是个位数 真的是个位数 那最近这十年 尤其到现在 我们在统计我们真耶稣教会 年度受洗的这些人数 总人数 剩下650个 一半不见了 几乎我们受洗的总人数下滑了 几乎有50个百分点 那当然总会也会检讨 不过我想我们地方教会 更应当要去做思考 因为我们的战斗力 都是在地方教会 总会没兵 总会没有阿兵哥 就是说 没有办法站在总会的角度立场 说出去做室外的 去做十足的福音步道施工 都是落实在地方教会 那如果我们地方教会 忽略了我们对外的福音开拓 扩展神果疆界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我们只有保守在 我们的灵性健壮 我们的道理层次 认识更称 我们只有保守在 一个内部信仰的造就 那我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不犯罪 我不犯罪 我也会来教会参加聚会 我也会自己找时间向神祷告 但是 对不起 圣工因为我认为我没有恩赐 或者我认为我真的很忙 我社会工作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来教会做圣工 所以圣工的区块 我忽略掉了 我没有参与了 请问 这样可不可以得救 你内心里面有一个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是 我们三十几年前 练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 问我们的 不犯罪 会祈祷 会来祀会 会注意我们生活当中的行为 不要让人的名字受到无料 让我们禁止 但是 不做圣工 简单讲就是 不做圣工可能有我们的 这个背景因素 我就是不做圣工 请问这样可以得救吗 当时我们在神学院 在接受教导期间 我们这一期 有两个姐妹 六个弟兄 总共有八个 只有我一个是平地 其他我的同学都是原住民 以这个传道弟兄来讲 都是原住民 只有我说不能得救 我们另外五个原住民的同学说 可以得救 这样很好的 只有我说不能得救 所以我们老师就问我 这个林弟兄 你的答案跟我一样 你的根据在哪里 我看是不是跟我从圣经的根据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的答案 跟我们老师的答案一样 请看马太福音25章 从十四节到三十节的这一段经文 请你看 看谁呢 看领一千的这个仆人 领五千 领两千 领一千 那这个领五千 领两千的 他们都得到我们家族的肯定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领一千的 我们先谈 他的结局 三十节 马太 二十五章三十节 他的结局是什么 说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用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来描述 他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天上真神的灵灵 得不到天上真神的拯救 所以他就是被丢在地狱的黑暗的地狱里面在那里哀哭怯竹 他没有得救的永生的机会 那这个仆人我们的家族给他三个评语 那三个评语呢 先看二十六节 第一个 二 二 那这个二你去看他的原文 他的原文叫做没有价值的低贱 原文的治愈是这样 没价值的低贱 这个领一千的 我们主人给他的第一个评语 没有价值的低贱 第二个 蓝 那这个蓝叫做蓝善 代舵 退缩 他的原文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做 但是你会找理由说我没有办法做 然后再把这些理由呢 合理化 就不是我不做 我真的没法做 如果真的没法做 包括洗澡 上厕所吃饭 你可能都没有时间 但是这些你都有时间 只能做水 所以我们的家族对他的形容是什么 懒散的 怠惰的 退缩的 再来三十节 第三个评语 无用的仆人 那这个无用他的原文叫不值得 我们的家族选到这一个仆人 我们的家族也深深认为说不值得 那这个人 这个领一千的仆人到底他为什么 会被主人有这三个评语 然后他又不能够进入永生的国度被神弃绝呢 好 第一个 你注意看喔 他有没有患罪 你注意看他有没有患罪 我要看来看去发现 这个人没有患罪 没有患我们现在所谓自主的罪 没有患拜偶像啊 没有患奸灵啊 他没有背叛耶稣基督啊 没有患罪啊 再来有灵修啊 二十数节里面 你看这个领一千的讲一句话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那这个忍心叫做 苛刻的 苛薄的 哇 主人你是一个非常苛薄的 你是一个有狗狗狗 苛刻的一个神啊 那我一想到你有这种属性啊 我就很害怕 所以他说 苛刻到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去念 所以他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会怕 所以你再看喔 他是有灵修的喔 没有灵修对主人 没有办法这样清楚的认识喔 曉得这个主人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好 再来第三个 他不要说侵占神的钱啊 连神的钱一毛钱他都不敢浪费 不要想侵占啦 根本没有侵占 不敢浪费 所以他说喔 这个你看啊 你所给我的二十五节说 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 你给我一千我就还你一千 一毛钱我都没有浪费 不要说装在我自己口袋里面 没有 那这样的仆人不能得救 不能得救 好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他没有积极的开拓精神 他做的只是一种消极的保守 那么或者是说他不想动 他不愿意动或者会少理由 然后告诉他自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就是没有做圣工 他的缺点就在这里 他的住宿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一个正耶稣教育的信徒 可是他没有重入圣工的投入 那在得救上是有很大的危机在里面的 那我现在要把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我们信仰角度的改变 我们不是只有信仰的 对自己的信仰工程的一个建造造就坚固 我们还有一个对我们的家族 耶稣帝都应当要富有的一种做圣工的 福音使命的责任的承担 那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执行 我都不会做福音的事工 因为我没有文字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怎么 你尽量找理由 那这样到底可不可以得救 好 我要从第三点 对不起 我们讲义里面的第二点先讲起 第二点就是从灾祸的角度 我们来做思考 我不做福音不道的工作 我都不想做 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动无散 说到报道啊 不好意思 没法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的认知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我现在从第二点先分享起 保罗有时候他得到神的启示 那么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我觉得我们看了都没有很满意 保罗这个三师兄 想一想实在不大 不够意思了 将来到了天国 碰到这个三师兄 大师兄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二师兄就是彼得 彼得为代表的这些使徒 那保罗是后来耶稣基督在拣选的使徒 我们都称他叫三师兄 他这讲话都不讲清楚 比如说 哥林多后书说的 他曾经去过第三成天 那到了第三成天 听到的这个天国里面 这个奥秘的言语 他说这个是人听不懂的 那到了那里去之后回来 我们问他说天国到底怎么样 他就讲四个字 哪四个字 叫好的无比 你不就讲清楚了 怎么比 你是听不懂的 叫好的无比的 搞不清楚天国是怎么样 又四个字 天国好不好 好啊 好的无比啊 那他这种讲法 比这个启示录的老约翰的讲法 我觉得以我们一个人的角度 去跟他做思考 老约翰还讲的比较清楚 如果你看 你看启示录21章 这个第九节以下 老约翰在描述那个天国这座圣城的时候 最少他还讲黄金阶啦 碧玉城啦 不用日光灯啦 而且那个帝王永远都是白昼啦 是有神个光在照耀啦 而且有用了很多世界上珍贵的这些珍珠玛瑙等等这些贵重的物品去做形容比喻 你看就是这么好 那保罗呢 好的无比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三节 离世器跟耶稣住在一起 好的无比啊 到底怎么好 好的无比啊 就这样 说不清楚了 那现在我们所看的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你看一下 保罗他先表明说 我不是很爱传福音耶 我不是很喜欢传耶 保罗他说 我是不得已的啦 那到底他的不得已是什么样的不得已 你接着往下看 因为说 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灾祸了 有灾祸逼在我的后面 好像一头洪水猛兽就在我的后面 虎树丹丹啊 所以我不传 我就糟糕啦 所以我不是很爱传啦 不得已的啦 被逼的啦 那到底是什么灾祸 保罗又不讲了 不说啦 我说这说了实在不清楚 不然你也说清楚 我们看的可以了解 有一个催逼的压力存在 保罗他说 不传华教有祸了 就这样 这个是不得已的原因 那到底不传福音有什么祸呢 插边球 我们来看一下 保罗他有时候 在吩咐他的接棒人提摩泰的时候 那么有时候我们对一件工作的指示 我们可以单刀直入 单刀直入 平铺直序的直接就跟你讲 你就做什么工作 那有时候我们在交代人家去执行一件工作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生活世界也是一样 可能会拿起一样前注条件先跟你 把你拼 把你押 然后再告诉你说你要这样去做 那我小时候 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那么念小学的时候 有一天下课回家 我隔壁的一个阿姨 那么她看到我回家 她就说 小孩来来来 我叫小孩 我说阿姨什么事 你妈妈刚好有树到嘉义树 我们家树在乡下 她刚好有树到嘉义树去办 她交代我交代你一件树 她告诉我说要告诉你一件树 我跟你讲 我先跟你讲 你妈妈说这个树行你如果没有做的话 第一个 回来就得顺插肉丝 我听着到她怕 没有晚餐树 哇 这件事 这个妈妈交代这件事情我不做 第一个我要被打 第二个 没有晚餐吃 这严重了 阿姨是什么事 那个你妈妈说 晾在外面 竹竿上的衣服 要收进去房子里面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 我妈妈怎么会这样 但是会怕 怕我就赶快去收了 我再拆拆你手有搭没搭 对不对 最少妈妈回来说妈妈我衣服收进来的 好 那我妈妈回来我就问我妈妈 妈妈你有公布隔壁的阿姨叫我收衣服吗 妈妈说有啊 那你有没有跟隔壁的阿姨说 如果我没有收的话 回来你要打我 还不足晚餐给我收 我妈妈说哪有 哪有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话有一句话就这么说嘛 怎么说 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种 人性里面很特殊的一种 一种情况 那我再看这本圣经 保罗他要吩咐提摩泰一件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保罗他也是不干脆 先拿一些前述条件 押提摩泰 然后再告诉他 你去做这件工作 比如说我们先看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好 先看十三学 我在叫万物生果的神面前 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 吩咐你 到底要叫提摩泰做什么事呢 十四节 守着命令 好 好 不玷污 无可主折 到底是什么命令 就是十二节 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辞定永生 你为此对照 要叫提摩泰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辞定永生 然后保罗他也是不干脆 先拿两样押提摩泰 第一个叫万物生果的神面前 这个是生活的恩典 提摩泰啊 你生活当中的一切 都是天上这一位神 他创造 而且赏述给你的 你有感恩的心吗 叫万物生果的神 包括你的生活 都依托在这一位神 他的全能处下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赚取这个宿界上的这一些肉体的物资 来养育我们的肉体 今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 这个都是神赏述的啊 在生命纪八章七节 你要记得啊 你工作的能力是神给你的哦 你不要认为说我很厉害 我学习你很强 我脑袋比你很强哦 那都是神赏述给你的哦 所以第一个 先把神拿出来押提摩泰 第二个 像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 提摩泰啊 你有感念天上的神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宿上 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为你定时驻驾 你才能够有永生 你生命的盼望 源自于这位耶稣基督 你感谢吗 一个是生活的恩典 一个是生命的救赎之恩 保罗拿这两样先押提摩泰 想好你再回答我哦 然后他告诉提摩泰 十三节说 好那我现在要吩咐你哦 如果有的话我吩咐你 吩咐你什么 就是十二节 为真道达美好大当出定永生 所以保罗讲话不是很干脆 不一定啊 我们再来看拿三样押提摩泰 请看第五章 提摩泰前书第五章 二十一节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 再来又加了一样 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 那神我不做解释 耶稣基督我也不再多做解释 那这个什么叫做蒙拣选的天使 就是不犯罪的天使 因为天使他犯罪 犯罪之后被神甩到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 这个就是魔鬼的由来撒蛋 那这个蒙拣选的天使就是没有犯罪的天使 没有犯罪的天使就是顺服的天使 顺服神的命令 能够执行神托付给他的工作 所以保罗他说你能顺服神吗 你能像这些不犯罪的天使一样 接受到神的主令你就去执行吗 可以吗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在吩咐你 吩咐你什么 在二十一节说所这些话 第一个不可存成见 就是对人你不要有成见 那再来行事情不要偏心 给人行暗手的你不可急促等等 所以保罗吩咐提摩泰真的有时候不干脆 他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拿四样押提摩泰 我们来看提摩泰后书第四章 提摩泰后书第四章 他要告诉提摩泰什么事 四章第二节 物要传道 无论得死不得死 就是吩咐提摩泰要做宣道的工作 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你个人的度 不用看你个人的度合 不用看大环境的变化 反正无论时机合一 就环境的时机 就你个人的时机 无论时机合一 还是不合一 你一定要去做宣道的工作 要吩咐他这件事 我们先看第一节 保罗拉四样押提摩泰 第一个我在神面前 生活的恩典来自于这一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你感谢吗 你对神真的怀着感恩的心吗 有吗 先想一想好不好 好 再来 在将来审判死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这个就严重了 为什么 因为保罗把耶稣的审判权拿出来 传道理跟耶稣的审判有关系 我只能够这么讲 为什么要叫提摩泰去传福音 去做宣道的工作 把耶稣的审判权拿出来 保罗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 拿这个在那里逮上吗 拿这个在那里逮上 拿这个在那里逮上 我在这个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讲的话 将来的审判是耶稣基督 复活回到天上荣耀宝座之后 那么忍死的就是审判 审判权就在这个神的手中 所以把神的审判权拿出来 放在这边 因为这个缘故 我孤怒你去传道理 所以不传道理 可能在审判的时候 有不得救的危机了 我讲的比较含蓄 再来 第三个 凭着他的显现 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 我们这里做一个记号 你回来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耶稣基督他显现降生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到底他来这一个有形的物主世界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章二十一节 好 地点数在加百龙 好 再来看 三十一节 安息日在加百龙的会堂聚会结束之后 彼得呢 他医术的夜母 西门的夜母的热变 那医术完了之后 你接着看三十二节 这个神迹一显明出来 你看 合成的人都聚集来到了这个西门的彼得 西门彼得他岳母家的门前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同样有这个肉体恩典的需要 所以耶稣 好 耶稣领兵他们 医病赶鬼 那我想活在世界上 就是世界上困难 举手给我们解决这个统号 发病基督 严重就好了 经济困难 基督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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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然后再过世界上的日子 那耶稣幸运这个神迹之后 耶稣跑到旷野去祷告 但是人家还是在找耶稣 你从三十五节以下看去 那后来连耶稣的这个三十六节 连耶稣的使徒也去找耶稣 找到了耶稣跟耶稣怎么讲 三十七节说大家都在找你啊 这个时候是耶稣怎么样 耶稣如果要做王这是很好的时机啦 因为他能够给人家恩典嘛 大家拥戴他为王 你好我也好 你得到了声望的最高点 大家拥立你为王 我们从你得到肉体的平安 最好是这样子啦 我们世间的国家就是这样而已 我把你送去保障 做国家的领导人 你要保证我们经济富裕 对不对 生活平安健康 而且品质生活的物质品质 能够节节高升啊 外物是这样啊 那你看三十八节 耶稣听到的什么样 我用现代的术语这样讲 酸 卡帝抹油筋走 那些人找不到 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 我们到别处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在那里传道 所以就是说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耶稣不是为了孩子吃 要让人马帝帮我们店来的 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 传道 所以我对我这个传道的职份 我非常珍惜 因为我是正耶稣教会的传道 我注目过的教会 我一定要做宣道的工作 不管时机 做就对的 我会去推动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 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传道 所以三十九节你注意看 先传道 后赶鬼 先传道 这有肉体的恩典 可原 因为 这个 永生得救的生命救赎的恩典 超越肉体恩典的优越 那我们观念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 我们翻一页过来看第三章 马可福音第三章 二十节 讲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先到的精神 怎么样 连患也顾不得吃 那甚至他的家人听到了 这个人气笑 失去的生活的长律性的规范 这人气笑 传道立团跟奔案不成 哪有人这样 那你可以了解 凭着神的显现 你现在回到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保罗他说我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 你现在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你看一看我们的老师是怎么呈现 这个世界上的日子 世界上的生活他是怎么呈现的 他不是追求物主的丰盛 他不是追求人类声望对他的提升 他不是追求地位 他追求的是什么 宣道救人灵魂 这是他的显现 你是他的门徒 要不要学一学 我们先思考一下 第四个 看他的国度 你去看他的原文 不是讲世界上的国度 是讲将来我们要进入的灵魂永生的国度 那你连接第二点跟第四点 把耶稣的审判权拿出来 然后再告诉提摩太说 这个审判过之后影响到你所要进去的国度 你想不想进去将来灵魂永远的归宿 永生的国度想清楚 然后这一些前置条件说说完了之后 那保罗他才告诉提摩太 第二节物要传道 无论得死不得死 那当时传宣道的工作是很艰难的 因为你要了解那个时代背景 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那当时统治的王 因为提摩太后是保罗的遗书 他当时被关在罗马的死刑的监牢里面 被谁抓去关 被尼路皇帝抓去关 所以当时是基督徒受到迫害的一个严重的时期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尼路皇帝他是建筑天才 那执掌的这个罗马统治他发现 没尬 杂乱无章 违章建筑 市容也不干净不整齐 好像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要推动都更 对不对 破的旧的小的 凌凌兴兴兴的全部拆掉一大片 整个建起来才有磅礴的气势 才有飞煌这样子的市容 才能够呈现我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开发中的国家 政府也在做 那当时尼路皇帝就是这样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 这个城都已经是现有的魔术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 怎么重建 很简单 一百块修修掉就好了 所以罗马有13个行政区 罗马城13个行政区 一把火烧掉了11.5个行政区 那剩下的一个半是半毁的 叫重建 我们今天哪里大家意见都不能重建 常常隔不了多久 那里就发生火灾了 建计就烧掉了 是不是有欲起同宫寺庙 我们不敢想 那当时尼路皇帝就是这样 曾被烧掉要抓凶手 尼路皇帝就把罪拨给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是中下阶层 不是上流阶层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26节以下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 你看这段经文保罗他在讲 被蒙召的这些神的 选召的这些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的不多 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 他说按着肉体来说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上流阶层上流社会 有数字数不多 不是没有 不多 再来27节 神拣选什么 愚拙的 再来 世上软弱的 再来28节 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 这是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的社会架构 中下阶层 拔罪更简单 上流阶层哪有那么容易 那结果基督徒就受到迫害 所以 暴君魂成怒 这个是寒早的影片 那么他就是讲到 在尼路皇帝这段时间 基督徒受到迫害的一些史实的记录的呈现 那基督徒当时受到什么迫害呢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十一章 从三十五节以下 西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以下的经文 你可以看 他们是过街老鼠 罗马人喊打 所以有竞技场产生出来了 当时的基督徒全部都要过着地底下的生活 躲在 躲在哪里 躲在这个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 那常常要面对的是什么 残酷的行划 常常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要面对的是生命的威胁 那当属基督徒就是这样 那你看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你看 我是基督徒 我就 李甲永远无路好奇 过街老鼠 我就不敢说我记得到 不能曝光 那现在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什么 去传 让大家来信耶稣 这不是叫人去死 是不是 因为成为基督徒就是 罗马人逼迫的对象 全部都是暗无天入的地底化的生活 那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里面 你看保罗他告诉提摩太就是传道 你还是要去传道理 不管无论得死不得死 所以可见宣道在我们神 他的使命托付跟圣经真理的交代当中 我觉得我们的神讲得很重 讲得很重 不是轻松轻松 量世量世 因为没有实际的问题 而且他跟我们的得救是相关的 所以保罗他说我传真的不得已 不是我很喜欢做 因为不传我就有灾祸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二个重点 从灾祸的角度我们来看 我们要有一个觉醒 什么叫做觉醒 我们这个黄皮肤的老祖宗 有瓷海瓷炎等等这些字典 你去查一下 这个觉醒就是从昏迷当中清醒过来 如果我们对这本圣经真理认知 我们还是宣道的真理的认知 我们还是处在一个迷腐的状态 可做可不做 有机会做没机会就不做 有做没做都一样 请大家清醒过来 因为不传福音你就有灾祸了 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了 什么灾祸 我们用插边球的角度去看 因为保罗把耶稣的审判前 更要将来进入灵魂的国度 拿出来压迫提摩泰 现在实际不好 但是你还是要去传福音 请大家去做连结的思考 那么免得以后到了这个审判在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一点宣道的述工都没有做 那个时候 发现说得救危机 恳求神灵明 我看那个时候就太慢了 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去执行 我们对神所领受的责任 就是宣道的工作 我很简单讲第一点 从保罗的现在观的角度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请看十四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 无论是西里尼人 就是希腊人 那这个画外人就是野蛮人 就是文化层次比较落后的这些 这些还没有十分进化的这些 这些这个人种 那么再来聪明人 有智慧的 那么余座人就是 这个智商能力比较不好的 阿呆阿呆 笑得笑得 啪啪啪啪啪啪啪的 保罗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都欠他们的债 欠什么债呢 十五节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们要从保罗他欠福音的债 那么这样子的角度 我们来做思考 保罗他是拿他的生命还福音的债 那这一个观念 这一个观念 在我们人类的宿界里面 我们的基督教曾经对我们的法律界 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宿见 判决 我先讲这个宿见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台湾第一个发生 跳楼压死卖肉粽 都是民国纪念 在我们台北西发生的 民国七十五年 民国七十五年 民国七十五年3月5号 那么这个宿见是 当时一个姓黄的一个先生 叫黄栋梁还是黄国梁吧 这个黄先生他是一个我们讲勤苦勤劳 但是日子过着很苦的一个劣贫穷的家庭里面的一个主人 那么他结婚之后生了三个小孩 但是因为白天的工作的收入大概没有办法 维持他家庭的开宿的需要 所以他晚上就用他的脚踏车 民国七十五年用他的脚踏车 然后出来沿街叫卖肉粽 民国七十五年3月5号这一天 他在新生北路二段 在叫卖肉粽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姓胡的小姐 她的感情受到挫折创伤 一时想不开 把他到他所住的那一栋大楼的第13楼 然后半夜一两点就往下跳 结果一跳下来之后 这个黄先生运气很不好 刚好他到 所以他被胡小姐跳楼的时候压死了 那这个胡小姐是轻伤 卖肉粽的黄先生死 那这个是台湾第一个跳楼压死人 第四伯肉粽的第一个事件 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案例 所以当时的法律界 因为要执行这个法律 那因为是第一个案件 所以宗教界有跟法律界建议 社会的阶层有从教育的角度 跟我们的法院警政 跟这个法务机关做建议 所以从这个法律的角度 从教育的角度 从社会道德背景的角度 从宗教的角度 都有跟我们的这个法务部门做过建议 我们的这个什么认知 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看法 那我现在讲基督教 我看过这些参考的文件里面 当时基督教写了一封信 正在基督教圣经真的的立场 我们给法务给法院的建议 就是说这个人该怎么判刑 过疏杀人 那这个人怎么判刑 过疏杀人你把他抓去关 那请问这个黄先生的家庭有受到帮助吗 没有 没有受到任何帮助 过疏杀人你关的也是这样而已 你要叫我赔偿 我有能力就赔偿 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办法 你顶多就插封我的财产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种角度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那我们看当时的基督教 他引用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五章十五节 这句话是讲到说 并且我们讲耶稣 并且耶稣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 亚兽替旦 因为耶稣基督死了 我们还活着 我们有机会能够灵命得到复活 我们还活着 那保罗他说 那我这个活着的人 就为死去的人来活 所以当时我们的基督教 宗教系的基督教 跟法院提出建议 判这个胡小姐 缓刑 请胡小姐 用她的生命 到社会上去努力工作赚钱 然后把赚的钱 拿来抚养黄先生的三个小孩子 抚养到什么时候 抚养到他们达到法定的成年的联系 有独立的能力之后 那么这个胡小姐的刑期就结束了 当时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这样 那他的根据就是这段经文 那很可惜的就是法院没有采纳 所以法院后来我去看他的判决 判了这个半年的这个徒刑 然后呢 那我们的家属可以透过民法跟胡小姐 申请金额的赔偿 判决是这样 那胡小姐经过了十几年之后 还是自杀的 那我就在想 以这一个跳楼要死 要死卖肉粽的 然后我们基督教所提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点 我们本来是该死的 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为耶稣基督而活呢 五章十五节保读就是说 那我们重新以后就要怎么样 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啊 我的生命就是神的啊 所以我就为耶稣而活啊 那为耶稣而活就是还福音的债啊 因为耶稣基督他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之后 他把传扬福音的责任就托付在我们身上啊 我们昨天晚上有谈过提多书一章三节 到的时候这个传扬福音的责任 是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啊 这个是主的命令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保罗他还在 他是用生命还在 我先再讲一个我生活当中的我的感受 我民国七十二年到台北市中校东路四段 同龄百货隔壁的一栋大楼里面的一家公司在那边工作 民国七十二年啊 那么我到七十九年才去念神学院 那那个时候也进入婚姻啊 那结婚呢 没有给太太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保障 这个都是有一点内心疙瘩 所以忍着痛啊 然后走贷款的路线 在板桥买了一间房子 然后到土地银行去贷款 当时的历史啊 现在讲的惊死 10.75 10.75 现在年轻人手术购物贷款都是1 就是什么 就是1.19 1.19 手术购物贷款 利息一百万一年 一万一千九百块的利息 那我那时候借一百万利息多少 十万七千五百块 差十倍 哇压力很大 我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一万两千五百块 民国七十二年 一半的薪水 半个月的薪水要拿去搅带款 时间到民航说钱 我在插插你 我都做工作 我都做工作 对不对 我不管你身体健不健康 我不管你有没有去工作 反正时间到 钱不来 我给你发警告通知啊 你这个月交款 现在这个月贷款没有来缴 对不对 再不缴 再不缴再发通知 第三次呢 第三次他就采取法律动作 查封你的房子了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压力好大 反正时间到钱就要进银行 要去把这个贷款还清负债 负债用生命去还 要去工作 那生命消耗的过程当中 拿到一点钱我就赶快去把这个债务还掉 终于有一天 神给我一些额外的恩典 那么有一些这个想象不到的填财进来了 不要讲太清楚了 反正就是额外的钱财进来 刚好可以还贷款 还完以后可能剩下300块 我那时候 我这还把贷款钱财进 可能剩下2-300块 我就赶快 跟公司请教 跑到那个土地银行去 把所有的贷款全部发行 那么抵押设定的 全部把它徒销掉 我害了 出来到银行外面 大家不要吓到 我这样 在银行外面 大家说哎哟笑的 哪有个偉心人出来 变成这样 大喉大叫 好像公司一样 那么失去的正常的规范 我在车车你看我笑 刚好银行的隔壁 有一家卖阳春面的 我跑进去 叫一碗阳春面 叫5块钱的豆干 庆祝一下 有得欢喜 全无债一身轻 有得快乐 存2-300元 差一整十块来吃阳春面 也有得快乐 负债很痛苦 如果我们现在有负债的话 也很痛苦 因为时间到前就来 你个人背后有什么因素 我都不管 时间到云朗说前来就对 那保罗他负债 负债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20章 使徒行传20章 从22节以下的经文 你先看一下24节 保罗说 我不以性命为恋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 直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就是宣报 保罗说既然我是欠债 那我就不把我的生命看成宝贵 所以当时就是身体不舒服 也要去上班 为什么不上班没有钱 没有钱不能还贷款 不能还贷款 生活没有保障 时间到前就要出去 所以不是大病真的不敢请假 不敢请假 还是每天从板桥搭车到台北市 宗教东路市段上班再回去 当时我太太也在上班 那保罗他说 那我不要把我的生命看成很宝贵 但是神托付给我的福音的使命 我不能够不传 那现在22节保罗他说 第三次国外步道回来 他要去耶路撒冷 圣灵已经跟他讲说 你这招去保死的 所以你注意看22节23节 圣灵23节说 圣灵在各城向我主政说 有捆锁患难等待我 炸的三亚 圣灵不是阻挡保罗 不是阻挡 是告诉他这条路不好走 那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走 圣灵不是阻挡他 保罗不是违背神的主意 圣灵告诉他跟他主政 你这一趟到耶路撒冷 有很多患难困苦挫折 那如果你是保罗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不晓得你是续续往前走 还是脚步先暂停 等到十几何以果再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20章 20章这个36节以下的经文 到38节 保罗后来跟以福所教会的弟兄姐妹 祷告 喜别的时候 37节众人痛哭 为什么众人痛哭 38节 因为保罗跟他们讲一句话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我这一次跟你们分离 没有见面机会 抱着必死的决心 我用生命还在 所以我走 圣灵告诉我有困难 我还是继续往前走 神托付给我福音的工作 我不能过不做 那是不是只有圣灵跟保罗讲 不是哦 五百 透过五百人跟保罗讲 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圣灵亲自对保罗的主政 我们再来看21章 21章的第四节 这个是推罗的信徒 因为保罗他现在一路坐船 他来到了推罗 那第四节就讲到 这个推罗的信徒被圣灵感动 然后告诉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显然圣灵也是怎么样 也是启示推罗的门徒说 保罗这一次去耶路撒冷 捆手换难非常大 所以那些弟兄姐妹就劝保罗 不要去啦 这个节骨耶 你为什么还要去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吗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是记得要丧死 是你丧什么意思 可能我们的角度会变成这样 但是你看保罗他的角度 命不去就没要紧 但是这件不能不完成 是不是 神给我的责任我能不做吗 命我都敢给他了 可是从神所领受的 传福音这样子的直数 我不敢忘记 我们再来看 看一下21章 第十节 十一节 圣灵又起诉另外一个先知 叫亚加布 那么亚加布他是看图说故事 幼稚般的教法 对不对 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 捆上自己的手脚 跟保罗说你这座区就是这样 看图说故事 看得懂 不用说太多了 你就是这样 那保罗去不去 还是往前走 我们再看十二节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做话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我们就是保罗的同工 保罗的同工群 听到的也告诉保罗说不要去 再来本地的人 你看第八节 他们来到的地方叫该撒利亚 所以是该撒利亚的信徒 总共五种人 保罗本身 灰罗的信徒 神的先知叫亚加布 特别从该撒利亚下来 然后再来保罗的同工 再来该撒利亚的信徒 都告诉保罗说 不要去啦 那甚至十二节里面 这一些保罗的同工 跟该撒利亚信徒 告诉保罗不去的时候 你看十三节保罗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是我心碎 那个是真心诚意的苦劝 不是说嘴嘴嘴嘴 跟你讲一个 所以保罗他说 你怎么靠到我的心 都没要碎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真的是很真心诚意的 劝主保罗不要去 那保罗他又讲了 我为属耶稣的名 不但被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 这个是保罗他用生命常债 因为保罗他说 我欠大家福音的债 那这个福音的债 就是用生命来偿还 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生命 大家都很短 在这个世界上七八十年 我们都很期待 请你把七年的时间拿出来做福音步道的工作 用你的生命偿还福音的赞 清醒一下 不要把你的生命都花在物主的追求上 生活丰盛的享受上 请你把时间花在福音步道的责任 使命上 那这个是保罗的现在观 所以求主耶稣来带领 那么让我们对圣经里面有关宣道神所留给我们的信息 那么我们也稍微注重一下 然后在整个宣道的工作上 我们也能够身体力行 那我想能够避免将来审判所遗留下来的不必要的灾祸 一起来唱赞美书 两百八十一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